我在帮蚂蚁打架时意外发现了小人国的入口 可靠近一看后发现这群小人居然在修仙 而我只是随口涌念了一篇道德经 竟让一个无法修炼的废物接连突破 也因此这里的人把我当神明供奉 后来我突发奇想 尝试修炼了小人世界最简单的控火爵 望着手掌冒出来的火球 我陷入了沉思 而这一切的起因是我在收拾房间时 意外发现了一个布满灰尘的箱子 里面装着许多山川河流 而我在仔细观察的时候 发现一座山头站着许多穿着古代衣服的小人 最重要的是他们居然在互相打架 更让我吃惊的是 其中有几个小人居然踩着什么东西飞在半空中 这时我还有点不敢置信 以为是自己精神出了问题 直到造景香传来一道声音 秦燕燃 今天就是你清云宗的覆灭之日 只见一名面容阴狠的男人脚踩飞剑 在半空中俯视着下面的众人放声狂笑 而在山顶上一名满身是伤的子群女子 则是满脸不甘地望着天空中那道身影 杜老魔 只要你放我宗门弟子性命 我愿意引荐自禄 如果你不愿 我拼了这条命也跟你血战到底 山顶上幸存的百岳人听到这句话后 纷纷上前围住女子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 天空中的男人见到这一幕 也是收起了猫戏老鼠的心思 冷哼一声便探出手掌 拍向了山顶上还在顽固抵抗的众人 就在子群女子不甘地闭上眼睛时 站在箱外注视着这一切的我 当下决定不再袖手旁观了 伸手探进了箱子抓住那名嚣张的男子 与此同时神舟大陆的青云棕 天空的云层突然伸出了一只巨手 在场众人只感觉有什么东西遮蔽了阳光 便见到了此生难以忘记的阴雾 只见那只巨手四漫十块 一把抓住了天空中的杜老魔 然后一用力 所有人甚至连一声惨叫都没听到 杜老魔的气息便消失在天地间 只有点点血液从天空洒落下来 而那只巨手做完这一切后就缩回云层 从高天之上传来了一道厌恶的声音 这老头废话真多 所有人都呆着在原地 看着巨手消失的地方说不出话来 一名金丹七的强者就这样被捏死了 秦燕燃第一个反应过来 直接下跪在地上连连叩手 恳请前辈救我青云棕 随后青云棕的弟子也都反应过来 学着他的样子跪在地上大声高呼 恳请前辈救我青云棕 而不远处不老魔的同伙们 此时已经被吓得始妙其流 留下一句前辈我等无意冒犯后 毫不犹豫地使用燃血秘书飞快逃离 此时我坐在箱外看着自己的手 手心那里居然有一小碳血迹 凑上去闻了闻 一股恶心的气味瞬间扑溺而来 这时我才相信自己精神没出问题 箱子里真的藏了一个修仙事件 小心翼翼地把箱子收起来后 我连澡都没洗就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隔天我醒来的第一件事 便是趴在灶井上观察起青云棕的情况 昨日交战留下的尸体已经被收拾干净 只有残留的血迹证明着昨天的厮杀 这时我看到一名白衣女子正在悬崖边练剑 看了一会后我忍不住称赞了一句不错 而在青云山的绝崖上 正在练剑的云瑶忽然听到称赞后吓了一跳 他警惕地私下看了看 最后把目光投向那万里无云的天空 前辈是您吗 文言我没有否认 你见武得很好看 确认是昨天出手就他们的前辈后云瑶满脸高兴 在他看来这位神秘的前辈 比他们宗门那位消失的原因老祖还要强大无数倍 能得到这种大修士的称赞 证明他的努力并没有白费 云瑶对着天空展颜笑道 前辈喜欢看晚辈舞剑 那晚辈继续舞给您看 看见云瑶如此懂事 我心中也是一阵恋爱 毕竟谁不喜欢听话乖巧的小萝莉呢 一会后见云瑶满头大汉的辛苦模样 我拿起一旁的矿泉水接了一小瓶盖 往云瑶所在的炼剑瓶上抵了过去 歇息一下吧先喝点水 而正在炼剑的云瑶听到这句话后 便看到一只巨手出现在天空中 随后把一个红色圆形墨盘放在了炼剑瓶上 等到巨手消失 云瑶才看清他放下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红色的圆形物体是一个巨大的容器 里面盛着满满一池散发着灵气的透明液体 这让云瑶直接就呆愣在了原地 这是灵液 看着眼前一整池灵液 云瑶只觉得自己像是在做梦 一群青云中的弟子听到他的惊呼 也是匆忙赶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刚刚刚前辈赐给了我一池的灵液 云瑶回过神来 眼中充满了激动 一张小脸更是涨得通红 众人闻言纷纷将目光投向塑料盖 当看到里面满满当当一池灵液时 所有人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多谢前辈赐下灵液 不知谁先反应过来 带着所有弟子向着天空大理参拜 我站在箱子外望了望手里的矿泉水 又望了望箱子里这群激动的小人 忍不住挠了挠头 随手倒的一瓶矿泉水给淋油 怎么就成灵液了 有些狐疑的尝了一口 确实就是普普通通的矿泉水 要不再倒点给他们 我想了想还是没有这么做 轻壳一声后询问起他们宗主在哪里 当得知在闭关疗伤后 我便决定去看看宗主秦燕燃 只不过怎么找到他又成了一个问题 当我想到这事箱子里的场景 突然剧烈变换 随后迅速放大靠近了后山的某个洞府 而秦燕燃正坐在里边的一张石床上 或许是区域放大的缘故 之前差不多一厘米大小的青云棕弟子 现在秦燕燃就是变成了一个二十厘米的大号手办 我这下子是真被箱子的功能给惊到了 没想到还有类似相机的变焦放大功能